歡迎大家繼續收聽 收睇 議會來外 我是劉慧卿 今天我的嘉賓是歐美寶 是社會活動家 最近我和阿寶就活動了去緬甸 因為可能3、4月那時候 緬甸有些流亡的人士 請了他來香港 2月那時候 2月還說 談開 當時我就問他們 我是不是翁山素姬叫大家不要去緬甸 他們說旅行好像不是很鼓勵旅遊那些 不過去探訪 了解 支持是歡迎的 後來我們就大家談了 安排了 我們去了 補一下我們那4天 其實就只有一個小時看到他們的黨 你自己怎麼評價我們去了幾天 有沒有用呢 你覺得 對他們來說 他們其實都跟我們說是有用的 是 其實我們後來 譬如我們做了記者會 給了一些照片出來給大家看 我們緬甸的朋友 都覺得很高興 因為我想在一個這麼高壓的社會裏面 政治這麼高壓的社會裏面 又很被孤立的情況裏面 有人真的有我們那種團結力量 你會感受到 你又見到那個人來的話 其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支持 所以我想他們都表達了一個 真的覺得相當高興 我想在這一方面 其實怎樣才可以令到他們 有很堅強的意志去繼續呢 其實我想這些支援是很重要的 不過他們都很厲害的 他們是90年 1990年大選贏了 就沒有得上場去管治 還要很多人被人抓了 現在是2010了 今年是有大選 不知道多少月 不過他們 我們去探望那些就不參選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政府剛剛出了一條法例 就叫你再去登記 你的政黨 不過呢 如果你政黨的領袖 有人坐牢的 你就不行 逼他們 就踢昂山素姬出黨 他們當然不肯 那不肯就沒得參加 那你說那些政府就死了 是的 所以變成了 其實他們都是一言堂 因為是一個軍人政府 其實他們那個選舉 都好像一個show那樣 只是好像他們自己搭台出來 跟著就找些人去做戲 玩完 所以我們的朋友 當地的反對黨 都是為什麼說他們仍然堅持 他們不會趕走自己的領袖 還有其實不止的 他們也有很多人 很多的黨員都是坐牢的 他們也不會趕走自己的黨員 為了走去選舉 因為你明知道這個好像做show那樣 所以在這方面 我想我都很希望大家 香港就說自己是國際城市 但有很多時候那個目光 或者視野去不到這些地方 就算我們那些議員裏面 有很多他們可能是做生意 他們的眼光 會不會是在這些地方可以做多些投資 賺多些錢 或者我們早點去跟他們搞多些民喻的關係 可以建立到一些將來的貿易夥伴的關係 但是其實我們應該要再看多些 尤其是我想是大家市民 因為我們剛才就已經說了 我們是在那個人身安全上面 在香港是真是比較可以好一些的 就是享受多些在這一方面的人權的保障 但是在這些地方就是沒有什麼保障 譬如說他們那時候有一個颱風來到 吹到散了 塌了 但是政府都可以拿了那些來救人的物資 就走去中飽私囊的 他就不是派給人的 自己是收起來的 我想一個這樣的政府 如果我們說去到投資的時候 我是會賺到很多錢的 但是我們只是看到這一方面 又不理別人其他那些死活的話 其實就最終我覺得 是會很容易好像美國那樣 美國人很多時候經常都會說 都會有一個疑問的 經常都說 為什麼那些人這麼討厭我們呢 他都妒忌我們很有錢 但是其實不是 其實是因為人家見到 美國的船艦炮離 你除了來到貿易之外 你還要是打沉了人家 令到人家整個國家都散了 你們有沒有看阿凡達 有 人家那個就說不是蔡元川 就是叫伊拉克 是啊 是啊 所以我想就是 我自己作為一個香港人 我都不希望人家會 會說只是見到 香港人很有錢 但是你的有錢 是因為建築在我們的痛苦上面 所以我們星期三 就有個動議辯論 就說梁君彥議員 他叫經濟動力 他們提出的 就說要和東盟發展各方面的貿易 金融的關係 所以我本來想提出一個修訂的 就叫他關注緬甸那些民運 那些情況 釋放昂山素姬 但是曾用誠主席就說 這個就是超出了那個 他那個辯論的範圍 因為他在說經濟合作 但是我在發言那裡 我都說回 因為我和你一起去過五月 那我也有些責任 尤其是議會剛剛說到東盟 那你緬甸是東盟成員 而且老實說 東盟也不是那麼多個國家有民主 但是 就是昂山素姬是很多香港人都認識 也都很仰慕的 那我都提回 我都說見過他們幾個領袖 他們有些什麼訴求 想中國不要買這麼多軍火給他們 不要去支持這個軍人政府 就是我都在議會裡說 不過就是我們是擔心 無論有些議員也好 功能組別那些 或者其他的政府 特區政府都是覺得有錢賺 就盡量去做 就是我們覺得 政治和經濟其實是一個銀的兩面 就是我們如果有些東西 我們都嚮往 自己都覺得是好 雖然沒有夠好 我們要爭取普選 但是別的地方如果沒有的 我們都應該要關心 所以你覺得市民 一般市民有沒有這個感覺 我想這個感覺就不是很強 但是需要我們多些去做多些教育 我想是因為有很多市民他未必看到 他也未必知道 也未必有這樣的渠道 因為其實我都會有和一些傳媒的朋友接觸 我說你們會不會想做一些特輯 關於緬甸的 但是他們也覺得不是很多觀眾 或者是讀者看 但是我覺得又未必是這樣的 我覺得現在市民未必有這個資訊去看到這個 但是如果他們真的有一個 如果我們做得好拍得好 或者是寫得好的話 我又不是覺得真的會沒有人看 尤其是你《翁山素姬》 那麼多人聽過 是啊 還有其實緬甸和香港和中國大陸 其實都是很接近的 還有很多的關係 還有就是 其實我想有很多人不是提到 或者也都不是很知道 其實很多以前的 我們講的華僑 都是散落在東南亞地區 包括緬甸也都有很多華人在那裡 我想在這個 在歷史或者文化的層面上面 其實已經是很多很多的交往 但是這方面的資訊 未必會說很多人知道 其實就是要有待 我們努力去告訴別人 我相信傳媒可能都怕 擔心北京都不喜歡 是啊 因為我們都撞到一個記者 《光明日報》那個 沒錯 是啊 還要和你做訪問 其實就不是訪問 但他又不是很有興趣問我們 談了些什麼 只是一尾想知道 我們是誰幫你安排 是啊 變了好像是探子多的記者 是啊 這個也是 我也不是很相信他是一個記者 實際上 不過我們距離之前就是酒店 你不如你說一下你的經驗 其實就是 我們在那裡就兩天 即是來回就已經一天了 所以其實在仰光就兩天 我們住了在那裡兩天 就是第一天就是見一見當地的 不是第一天就是安排不到的 是 我們就去逛逛 第二天就是安排 跟當地的反對派的 反對黨的中央委員會的委員見面 所以就中間就跟他們見面之後 就開始有人跟著我們了 跟著我們上訪了 不要說了很刺激了 我們在那裡停一停靜 回來繼續談 我們在説明前 寂寞 成呔